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如果飞行过程中 机翼突然破碎 你还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估计这样的情景是每一个飞行员都不愿面对的 但是 就有那么一群设计师 为了自家飞机机翼破碎而感到兴奋 甚至喜极而泣 纪录片 大国昆鹏是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CCTV4》《国家记忆》栏目打造的一档记录月 二时研制历程的大型即时节目 自7月30日开始播出以来 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在最新一集中 一架处于厂房内的运二时机翼出现剧烈震动 随即碎裂 为无数的碎片 这样惊险的一幕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都捏了一把汗 但是 接下来想象中的悲伤画面并没有出现 在场的设计师却全都因此喜极而泣 原来 这是一次运二时的加压受力结构强度试验 运二时机翼碎裂出现在施加压力 为设计值的110%时 运二时机翼在该压力下碎裂也证明了设计的成功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机翼碎裂标志着结构设计成功呢 作为一款运输机 运送大批货物是运二时的本质工作 这样的大批量运输需求 当然也对飞机的结构强度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因此 足够的结构强度是必选的要求 这次加压结构试验 验证的就是运二时的结构强度 但是 这是不是意味着运二时的结构强度越大越好呢 当然不是 过多的结构强度 则 意味着过多的结构死重 这就减小的运输量 因此 运输机的结构强度 能够承受最大运输能力的110%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样的强度既可以满足运输时的结构强度要求 也不存在过多的死重 运二时的这次试验恰恰证明了我国运二时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如果到了这样的加厉条件运二时的机翼还没有碎裂 那就要面临复杂的结构减重问题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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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